好 各位 請你再次回我 正如我做的 準備嗎? 你的回合 非常好 好 今天帶TaddyCoffee去一間被遺忘的Café Café位於葵聰區 附近沒有停車場 所以我們要拍攝在九龍貿易中心 和餐廳相距8-9分鐘路程 雖然交通不太方便 不過這間寵物友善餐廳有提供99餐 很少有這樣的錯誤 原來那間餐廳已經結業了 很可惜 因為那間餐廳也不錯 好像茶餐廳一樣 有西式和中式的食物 有狗仔餐 不過沒有辦法 原本打算刪除了 介紹這間Café52的餐廳 但是 還是要告訴大家 記得去寵物友善餐廳之前 要打電話去問一下 還是否可以讓狗仔進入 另外就是看看他收拾了沒有 真的很可惜 我們現在臨時轉地方 讓我們找到一間位於荃灣的餐廳 他的室外位置是可以帶狗仔的 現在開始入秋了 所以天氣都OK 坐室外也不錯 拍車就可以拍響和街 有些標位的 不過又是一位籃球 又或者拍在荃灣廣場 那間餐廳就在荃灣廣場對面 就是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可以帶狗仔的位置 就是門口這兩張桌子 所以來之前 最好就打電話問一下 還有沒有位置 除了烤魚 他還有米線吃 他的烤魚有很多口味 嘩 好像好正啊 很正啊 很正啊 很正 正適合來冬天吃 另外還可以加料 酸菜很好吃 相同的烤魚 午餐時段和晚餐時段 價錢是相差很遠的 我們現在是午餐時段 我們點了一個大邊198元 如果晚上來吃大邊就要288元 而且呢 午餐時段呢 會送上白飯 薯粉 或者米線 然後加3元 還可以配上兩杯飲料 所以午餐來吃呢 是值得吃很多的 我覺得呢 我們這樣門口吃呢 好像賣廣告一樣 因為香味會傳出去 之後就開始陸續有人進去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旁邊是車房 所以會有少少吵 吃完東西呢 後來還可以去對面的 荃灣廣場那裡逛街 不過狗仔就要下車或者下袋 謝謝你收看我們的影片 看完呢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多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拜拜